一次能不能活一场 一次能不能活一场 晚餐三次机会 只是能活一场 一二三 水波水 一四三四 一四三四 仙人员简简祥特别在爱心幼儿园举办儿童海盗爬的活动 现场有大型冲气滑梯、游泳池及许多玩水关卡等 吸引许多大小朋友踊跃参与 现场气氛欢乐又有趣 仙人员简简祥也特别加入其中与小朋友们共同玩乐 很开心今天我们在炎炎夏日当中 能够来到我们爱心幼儿园来玩水 我们今天主办的这个活动 是我们办很久的一个活动 叫做海盗趴 那炎炎夏日我们能够清凉一下 今天很棒的一件事情 孩子们都很开心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将来或在未来的时间 在七月份八月份 好像再多办一场 请大家拭目以待 其实这次活动规划 还是往亲子的方向走 让爸爸妈妈在礼拜六礼拜天 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那就像我们之前办的 那个亲子种热热一样 那礼拜六礼拜天 其实我们南投一直以来 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活动 其实比较少 那从志同欣祥做议员之后 我希望能够一直来推广 亲子的活动 让大家在假日的时候 都有办法出去玩 民众马先生这次也一同 带着孩子们 前往参加这次的海盗趴活动 他表示 非常感谢简欣祥议员 对于亲子活动的重视 特别用心规划这场活动 能够让小朋友们 在假日时有地方去 而最重要的是 能够让家长与小朋友同乐 促进亲子之间的感情 因为南投本来的话 就亲子活动比较少一些这样 对啊然后 刚好有这个机会 那个 前想这个有举办这个活动 小朋友就带过来 一起参加这个活动这样 小朋友也蛮开心的这样 南投地区的话 就其实小朋友 假日确实真的 就比较少的地方可以去 会希望就是未来的话 有多一点这方面的活动这样 县议员简欣祥也进一步指出 南投的亲子活动 及相关的设施少之又少 而先前举办的亲子 中乐乐公益市集 让家长及小朋友们 都玩得不亦乐乎 因此才特别又在 炎炎夏日时 规划这场活动 也期望 借由活动的办理 除了促进亲子之间的感情之外 也能引起相关单位的重视 在未来举办更多类似的亲子活动 记得球运局南投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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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